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 但是從我們今天討論兩個題目 第一個就是最關心的這個風太問題 現在有三個颱風在臺灣附近的海域 究竟對臺灣的威脅有多大 究竟這三個颱風會不會登陸 另外一個議題在七點半之後 我們要好好來討論一下 其實不只是臺北市 在臺灣各限制 甚至是全世界各國 都同樣面臨到的這個問題 也就是遊民街友的這個問題 有漏不出 到底要怎麼樣 現在台北市政府說要強勢的 在趕走這些在萬華區的這些街友 到底對還是不對 在下半場我們要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上半場我們來關心颱風的問題 先來介紹今天兩位氣象專家學者 首先我們來歡迎是氣象專家熊臺玉 臺玉兄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臺灣司法大學地球科學所的教授 陳振達 陳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這是在看到這個 看到這張圖的 真正會怕你知道嗎 真正我們臺灣 長度有說的 六號颱風來羅克呢 這個其實行進路線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說 他到底什麼時候要轉彎 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氣象專家都說 他應該不會沿著臺灣海峽北上 他應該是會轉彎 什麼時候轉彎這才是關鍵 早一點轉呢 對臺灣南部的威脅就比較少 晚一點轉到這邊才要轉 甚至到海上到陸上的時候呢 對南部的威脅就會很大 康伯斯七號颱風呢 現在看起來往朝鮮半島那邊的方向 是很確定 所以這個威脅應該不大 南修颱風昨天都還是熱帶低壓 莫名其妙突然間就變成一個 第八號颱風 南修颱風 這個威脅到底對臺灣是如何 我們先來看看 臺灣現在正在面臨所謂的三個颱風 夾擊 夾擊真的是 臺灣受到的威脅是三倍之大嗎 我們來看看 已經發布陸上颱風警報的南修颱風 目前在臺北西北方 約130公里海面上 持續向西南星前進 但它的結構不紮實 可能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間 就會減弱為熱帶型低氣壓 而最有可能侵臺的 則是在臺灣南部海域上的 萊羅克颱風 不排除它會逐漸朝向 臺灣海峽南部移動過來 那這樣子氣象局有可能會針對 第六號颱風萊羅克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目前臺灣周邊海面上 有三個颱風行程 南修颱風往西南星移動 苗里以北為警戒範圍 萊羅克颱風結構扎實 如果路徑不變可能侵臺 另外一個颱風康伯斯 則是朝琉球方向移動 這三個颱風在臺灣附近上空 形成一大片低壓帶 為北臺灣山區帶來 超過300毫米的風沛雨量 影響時間可能要到週四 中南部地區還有加上 午後熱對流的效應影響 也有可能出現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 以及包括東北部地區都有這樣子的機會 我們提醒大家還是要注意這種局部性 比較大雨式造成的影響 氣象局提醒民眾要注意最新的颱風動態 做好防臺準備 台語大哥拜託六號七號八號颱風對臺灣各自的威脅究竟是如何 加起來威脅又是如何 我想大家會比較關心的是 是不是有合成的效果 那對於颱風來講 我們來看這三個颱風目前的一個狀況 我們從這個圖上可以其實可以清楚看得到 那在我們現在目前離我們最近的當然就是南修颱風 那南修颱風在這段時間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是往西南這個方向移動 那也就是說他跟這個六號的萊柔克颱風之間是有互相的牽引關係 那所以他在互相的在靠近 那我想大家也會比較關心說 那這兩個靠近將來會不會結合在一起 我想這個我們等會在談 那原則上來講 他往這邊接近的過程當中 他進入到海峽 陸地對他的影響一定會存在 所以他的強度 原則上我們看起來未來是減弱的 而且應該會很快的減弱 也就是說應該再快的話 就今天晚上慢一點 明天就會減弱成一個熱愛性的低企 對我們的威脅來講 其實在這個颱風 他本身其實一直沒有經過陸地上 中心沒有 所以今天其實可以感覺到 雖然雨還是在還蠻大的 但是風勢方面的話沒有那麼強 對好 那另外我們看到萊柔克颱風 這個位置 其實在過去颱風來講 如果要像這樣子走上來 其實機率並不是那麼大 除非有一些特殊的牽引作用 或者像以前的那個偉恩颱風 有進來的機會 所以現在會往這邊靠近 當然也跟南修颱風 是有一些相互的關係 是 所以這個關係 我們從最近來看的話 還在持續當中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先靠近 那轉北的時間 就會影響到對我們臺灣的影響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如果真的是這樣走的話 或者是說再靠近一點 那我們要注意到的是 他靠近的程度 還有第二個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他有沒有可能會合併 那我們要知道是當颱風進入到台南海峽 這時候 只要緯度大概超過我們的這個地方 就大概二十二度以北的時候 這時候才有可能會把新南氣流帶進來 所以南部地區未來要特別留意的是說 是不是這颱風有可能比較靠近到 我們的海峽南部 那只要有進來 那再往北移動 就算是未來他會從大陸這個地方進去 那我們對南部地區也會帶來比較明顯的雨水 那這個雨水的多寡要看他停留的時間 好 那這停留時間就要看康博士颱風了 因為康博士颱風 雖然看起來我們是最沒有影響的 他往西北移動速度現在每小時三十二公里也非常快 可是他在往這樣移動過程當中 代表目前太平洋高速度都是比較弱的 因為他沿著高壓在移動 那等他上去之後 那高壓有可能會慢慢的犧牲過來 這時候一方面他們兩個之間有可能已經合併 或者他已經完全減弱掉 那第二個在往北移動的過程當中 如果沒有其他的一些作用率存在的話 就是說沒有其他的牽引作用 我們常講所謂的雙臺效應的話 那這臺灣就會順著西風帶慢慢的進來 所以未來要注意的說 雖然說他不是一個主角 不過他也擔任一個配角的角色 那這兩個颱風未來是不是會合併 現在各國的看法是分歧的 我們等會再來做分析 那現在要特別注意就是當然就是萊羅克 那南修臺灣在短時間 當然還是對我們會造成一些比較多的雨勢 不過他在往南移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北部有下雨了 中部的雨其實也在開始增加 那特別注意的是 當這兩個有更靠近的時候 南部的雨是不是會再增多 我們一個一個再談清楚了 康伯斯對臺灣的威脅 大概目前應該說是很少很少 不過他的這個行徑可能會間接 也許會影響到萊羅克 或者是南修颱風的整個行徑的速度跟路徑 也許會 這是康伯斯 但是威脅其實很低 南修颱風呢 在進入中國大陸之後呢 大概對臺灣的影響也不會那麼大 從今天晚上過後會慢慢慢慢減低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今天北部的雨勢跟風勢 相較於昨天好一些 其實都小很多的 萊羅克我們最想問的 你剛說有所謂的牽引作用 那會不會南修颱風往下走 會使得萊羅克颱風往東北走 我們現在其實萊羅克颱風的方向 還是比較偏向東北東到東北這個方向 也就是說這個牽引作用還是會存在 會不會他越下來 萊羅克就越北邊 那就要看這一段的時間 他走 因為現在雖然有在牽引 但是你可以發現 萊羅克臺灣在過去每個小時 大概只有六公里左右的移動速度 是 這個速度並不快 所以除非有快速的北轉 那麼這樣的作用 才有可能讓他們的牽引作用會拉的比較快 如果說往這邊持續走的話 速度又不是很快的話 那這個颱風等到南修臺灣減弱掉之後 譬如說一天後 他走到這邊來 那這樣的話 可能就沒有任何力量 再把他繼續往臺灣靠近 這時候就會開始北轉 然後再順次往西北走 所以這一兩天值得注意 是他的一個動向 所以轉向的時間 其實在各國有差異 這也是為什麼看法會不同 我問一個比較幼稚的問題 為什麼萊羅克跟烏龜一樣走那麼慢 三十一號下午兩點的時候在這邊 然後一號兩點的時候才走到這邊 然後一號下午兩點才走到這邊 為什麼他都不太動 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颱風會移動 其實要考慮到第二就是環境 對他的一個印象 那你可以倒過來講 為什麼康博士會走這麼快 對 還沒想到三十公里 因為他正好就在一個導引氣流 非常明顯的地方 因為他在太平洋高壓的邊緣 對我們來講這個地方其實目前的太平洋高壓並不是很明顯 也就是說我們也不能把它叫做一個安行場 因為這個地方只是說他導引氣流比較不強 所以即使這兩個沒有互相牽引作用 那麼他們移動速度原則上來講也不會太快 那如果說目前的導引氣流很明顯的話 其實這些颱風應該都是往西走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走向都不是那麼的明顯 也就是說他並沒有像康博士往這邊走 那萊羅克臺灣在行程之後也沒有往這邊走 反而是這邊靠近 所以都表示他們之間的確是有牽引作用 是 但是這個牽引作用就必須要去觀察 牽引作用的強弱 就是我剛才提到萊羅克在過去今天當中 我們從昨天的預報到今天 我們都認為他速度應該會再快一點 那六公里其實並不算太快 那不是很快的話 那就有可能造成他未來要合併的機率可能會比較低 是 對 那如果合併的機率比較低的話 那相對來講 如果這邊變成一個大低壓 那康博士又到比較接近的地方 那是不是要考慮到下一個雙台效應 讓他在這邊又停留久一點 所以這才是為什麼大家說 三個颱風就會變得非常麻煩的一個原因 我之所以這樣問 我其實想問的是說 如果他還是那麼歸宿 那麼蝸牛慢走的時候呢 他如果在這個地方停留很久的話 那個雨勢對中南部會不會造成非常大的威脅 就算他不登陸 如果他是歸宿的話 那表示說他們的牽引作用不強 那他就不會再進來了 你要倒過來想 而不是說因為歸宿就一直靠近一直靠近 因為沒有導引氣流讓他過來 是 那如果說他速度快一點 反而兩個比較容易合併 那反而是我們會比較擔心的 相對來講如果他歸宿 因為他將來總有一天會轉過來 因為他一定會慢慢進入到西風帶 或者是康博士離開之後 導引氣流也會比較明顯 而且再加上如果他不見了 明天他不見了的話 他如果現在還歸宿 那就沒有人拉他了 沒有人拉他 他就應該會慢慢轉向就上來了 反而是OK的 反而危險沒有那麼大 反而是OK的 如果他速度上 就像我們原來預估 今天如果快一點 那他進來這個地方 兩個又還在互相的牽扯的話 那影響反而會大 因為當他變一個大低壓之後 再跟他做一個相互影響 他才會滯留 所以這兩天 大家好好看氣象預報 這兩件是關鍵 陳老師我要請教你 大家說為什麼會三個同時行程 要嘛都不來 要嘛昨天來兩個 突然間昨天晚上又增加一個 變成三個 三個颱風同時在西北太平洋行程 這樣的現象是不是天生意象 還是說這只是一個非常正常的 大自然的一個變化而已 當然整個西北太平洋如果有 同時有三個颱風 總不是一個非常 非常容易發生的狀況 但是如果你真正去看過去 也許二三十年的這些 氣象衛星的資料 當然你還是可以找出一些例子來 來談 所以說很特殊嗎 當然也有一點特殊 但是說是絕無經有 當然也未必 所以因為我們是 的確可以在過去找到一些 類似的例子 當然分佈的情況不見得完全一樣 強度的分佈也不完全是一樣的狀況 我想問的是說 譬如說我們在看西北海 有時候你這樣 結合結合到天 雨怎麼下就是下不來 等它真的下來的時候 那就是傾盆大雨 我們之前談說 怎麼今年都沒什麼颱風 飄一下子來三個 那個意義到底是說 接下來的颱風會更多 更大 還是說它就是三個 它沒什麼道理可言 它就只是純粹 數學上的機率問題 所謂機率問題 就回到颱風深層的這種條件 那對颱風深層的條件 當然有一些 所謂比較古典的氣象的理論來談 就是說你必須 不能靠刺刀太近 因為它需要一定程度的 斡旋的強度 它必須要有比較高一點的海溫 在中層必須要比較濕的空氣 然後必須要比較小的垂直的風切 等等 這些條件 是基本上大部分現在 氣象學家認為說 颱風之所以會深層 因為要不然整個 整個熱帶地區 不斷的有一些對流產生 這些對流包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夠組織在一起 變成一個颱風 必須要有核四的條件 如果沒有核四的條件 所以對流並不會 所以重點就回到這些 所謂核四颱風深層的條件 在每一個年份 然後在每個颱風季的前後 它的狀況是什麼 那這些狀況會決定說 到底這一年的颱風的發生的時間也好 或者是 以今年來講還不是最極端 如果我們舉例 1998年到了8月底 也許這整個西北太平洋只是第四個颱風 還不是第四或第五個颱風 換句話說 如果6月7月8月沒有把這個能量用完 那剩下這些能量呢 就全部會累積在9月10月11月一次把它釋放出來 我們能用能量總體的這個概念來去理解颱風 為什麼整個形成的數量大小行徑的入境嗎 可以用這個概念來理解它嗎 就是說如果用這樣的方式來解釋的話 其實是嚴格說起來不是很通的 主要是颱風的能量 我們當然看起來好像局部地區非常大 可是比方說如果你跟典型的西風 用噴流來比較 那颱風簡直是 就是一點小擾洞而已 小擾洞而已 對整個大範圍的噴射氣流而言 所以如果你看整個大氣的能量而言 而且動能就是比方說風速強弱 在整個大氣的能量裡面 又只是一小部分 我們只要有一個溫度的T度 也就是未能的部分 馬上可以很快的跟這一類的 就是說你如果擔心的 就是說一定要有一個固定能量 一定要釋放然後守恒 或者是什麼這樣的概念的話 那颱風在底頭扮演的角色 並沒有那麼強 所以我反而並不特別覺得 那是一個很正確的理解的方式 去詮釋這樣 因為有比颱風更重要 關係更大的這些變數 甚至包括太陽輻射的能量 等等這些其實累加起來的能量 都可能是相對於颱風來講 局部地區也許不見得特別大 可是加總起來 我之所以這樣問是 因為很多觀眾會認為說 之前沒颱風 就是今年八月多的時候才五個颱風 而且沒有一個來到臺灣 那個時候沒有發布任何的海上颱風警報 跳一下來三個 會不會是老天爺在趕進度的概念 在大氣上 有所謂的趕進度這個概念嗎 或者是說你今年五個就是五個 八個就是八個 沒有所謂的平均值這個概念 根本沒有這件事 平均值是統計上的一個結果 就是說我們看過去所得到結果 西北太平洋大概每一年平均 大概會出生大概二十七個颱風 是 那我比較不太願意說用這種 就是說我們民間的這種講法去詮緒 因為我基本上認為的看法是說 我們在過去看到氣候異常的時候 就好像有人在問我說 那今年比較晚 是不是代表以後都會比較晚 還有說今年的比較晚 是不是跟我們所謂的暖化這些有關 我比較不喜歡去談這個話題 是因為我們看暖化 通常時間看得很長 五十年一百年 你回頭再去看過去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變化 那會比較有一個統計上的數字 那氣候變遷的結果 通常用一個暖化去包圍它 我覺得並不適合 那短時間有週期性的東西 我們常會去講所謂像聖因反聖因 那也不過是三大震盪其中之一 那像今年年初很冷 我們講所謂的北極震盪 那我想很多民眾都聽不太懂 那對於我們氣候的邊線來講 如果你要從一個角度去看的話 通常有時候去做解釋 不見得是對的 也就是說用剛才那個說法 其實不是非常理想的 那就算是聖因反聖因 像去年是聖因年 那有莫拉克颱風 原則上我們去說 它的颱風對我們的影響比較大 那這樣的說法也太籠統 是因為莫拉克會造成這麼多的僵硬 跟它的移動速度跟環境是有關的 因為它走得很慢 是 雖然氣流它雖然很強 可是沒有下三天也不會下那麼多 那為什麼走慢 因為當時環境讓它移動速度變慢了 後面還有一個低壓在牽引 是 那同樣今年進入到反聖因年 那前面的颱風為什麼少 其實反聖因來講 我們這邊的海溫其實應該是比較高的 但是我們並沒有看到颱風是 那就是說就像剛剛陳家壽提到 其實颱風行程的條件不會是單一的 那今年到現在為止 我們之前看不到行程都是 很多的一些熱帶擾動 小低壓很多 那長不起來 當然有跟它其他關係 因為它不光是所謂的科室力大小 或者海溫的高低 它還有整個垂直的一個環境 那這種東西的話 你用一個數字去談它 原則上來講 我們都會覺得並不是那麼適當 可是周期性的東西 也就是說一些氣候的變遷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特殊性的東西 譬如說聖因年可能颱風少 可是颱風可能會非常嚴重 是 那反聖因年的話 可能會比較容易在我們附近障礙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聽到什麼猛爆性的颱風之類的 像這些說法 有可能就在附近漲 然後很快就變是發警報 類似這樣的一些說法 那從統計上去看的話 當聲音非常明顯 或反聲音非常明顯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某一些現象出現 然後會去跟民眾做說明 跟解釋 我覺得這是可以的 但是一個一個說法 去涵蓋所有的各種現象 我們會覺得這樣子並不好 而且太過於武斷 推測的也太過跳躍 那就讓人家無所適從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一次三個颱風形成 而直接去論斷說 未來可能會有更多更強的颱風 在九月十月行程 這樣子的推斷也太過跳躍 沒有足夠的證據去做這樣子論斷 我想我想這樣直接去說的說法 並不是非常正確 那我們還是回到這一次三台 所以現在所有的媒體都用三台夾擊台灣 其實用夾擊的概念也不太準確 因為堪博斯其實沒有要來打台灣 他其實就跑到朝鮮半島去了 南修當然他會經過台灣海峽 可是威脅是正在減弱 萊羅克他會不會直接嚴重威脅到南部 目前還要觀察 可是大家擔心的是 三個颱風似乎威脅就是三倍 我們來看看歷史上三台夾擊 其實也不必然造成嚴重的災情 當然也有災情很慘重 2000年的時候 桑梅颱風 悟空颱風 還有一個叫爆發颱風 那個時候只有掠過東南海面 其實沒什麼太大災情 2000年的時候 2005年的時候 蘇拉颱風 丹瑞颱風 還有龍王颱風 龍王是從花蓮登陸 全台76萬停電 然後一死一時中 2006年 瑪莉亞 桑梅又來一個爆發 同名同姓 從台東登陸 也沒造成太大的損害 不過只有輕微的農損 2007年 海燕 普渡跟克洛沙 就造成了200多萬戶停電 9個人死亡 這一次就比較慘一點 2008年 米克拉 海高斯跟強密 大家印象很深 強密颱風也造成宜蘭縣的重創 2009年 凱撒納 巴馬 米勒颱風 這一次的經驗讓我們比較擔心是說 因為巴馬颱風受到米勒颱風牽制的影響 所以它滯留在巴士海峽超過了30個小時 所以導致宜蘭花蓮北部的降雨量大增 宜蘭淹大水 然後整個交通都是中斷 農水跟人民都有傷亡 所以我再請教一下熊老師 會不會因為所謂的牽引的關係 這個萊羅克還是會導致南部很大很大的威脅 好 我們剛剛看到所有的結果 其實重點都在於颱風停留的時間 當然還有它的位置 那三個颱風在一起的話 我們都會看到有牽引作用 爆發那時候還出現爆發一號跟爆發二號 就是因為它的位置也曾經掉過 往東南突然 往那邊突然掉下去 那同樣的我們看到像剛才的龍王也是一樣 從花蓮進來 所以東北邊影響非常的明顯 從宜蘭到花蓮這一帶 那還有去年的巴馬颱風 巴馬颱風從巴士海 就是從呂宋島西邊那邊走 那走的時候因為速度很慢 所以東部地區的降雨量超過兩百毫米以上 那我們可以看到累計量多 當然第一個颱風的位置強度有關 第二個當然移動慢都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移動慢我們常聽到移動慢當然影響就大 那倒過來講三個颱風在一起 是不是有可能造成牽制 我想這個是必然的 是 如果離得很近 所以三個臺灣我們常看到是災情會比較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剛剛我們看到結果 都是這個樣子 那那回到我們這個主題 就是說那萊羅克呢 目前萊羅克的整個的移動方式 那如果以現在短時間慢的話 你可以感到其實萊羅克還沒有影響 那我剛才講的是說 如果他要影響 然後又慢 那當然影響會很大 那問題就在於說 他什麼時候有機會先靠管 然後第二個 有什麼樣的條件可以讓他變慢 因為現在變慢 是沒有影響的 是他在海面上 那未來我也講過 其實我們不太認為他應該會直接進到臺灣陸地 他的中心 因為他畢竟將來還是會被往西推過去 只是說他的中心在海峽這一帶 如果再往北移動速度又慢 那南部地區的新人氣流是在所難免 而且停滯個兩天 那其實就不得了 沒錯 那會有什麼樣的條件 第一個他必須要進來 也就是他必須要進到臺灣海峽這一帶 所以其實他如果不合併 或者是說他提早轉往北轉 那麼他的影響當然就比較少 因為第一個距離遠 是那第二個 如果他沒有轉 然後一直在沿澤海峽這個地方進來 進來之後呢 也沒有那麼明顯的一個太平洋嘎 把它推過去 那在海峽上滯留個一天兩天 甚至到禮拜五才開始進入到 大陸地區的話 那當然南部地區 甚至中部地區 甚至東南部地區都要留意了 所以其實每個颱風都有他的變數 那我們只在告訴觀眾朋友說 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那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說你要注意到是未來二十四小時 第一個南修臺灣在減弱的時候 是不是持續向他靠近 第二個萊洛克颱風 是不是也在同樣的 像我們海峽在接近 然後速度有沒有快一點 然後最重要的是 他什麼時候開始往北偏 那偏了過去之後呢 速度上這個時候就不能慢了 如果偏上去還是慢的話 那當然就非常嚴重了 陳老師我要請教你 然後剛剛台語兄 他也有談到說 現在到底南修颱風跟 萊洛克颱風會不會合而為一 目前氣象預測上還眾說紛云 還不見得一定會合而為一 今天有講說 他在二十四小時內 大概會合而為一 可是我想問的是 什麼叫做合而為一 當南修颱風的整個所謂的低壓跟 萊洛克合而為一的時候呢 是說南修颱風就不見了 就沒了 還是說南修颱風所有的水氣 所有的能量 通通都被萊洛克所吸引進去 那萊洛克就會變得一個 非常恐怖的一個颱風 到底科學上你們怎麼理解 叫做兩個颱風合而為一 那個情形會是如何 其實這種情形發生的機會 也非常有限說起來 即使以目前觀測到的紀錄 那所以其實很難有人真的可以 那麼詳細的去談說 這次的狀況究竟會怎麼樣 不過我回到剛剛談 就是說一般前面談有很多 我說三臺並就西北太平洋 同時有三個颱風 就發展機率也許過去30年 也許不到10個這樣子的狀況 可以說 可是其實說所謂三個同時出現 而且又但實際上 真的會有侵襲颱風的 往往只有其中一個 其他兩個其實並沒有 即使它三個同時出現在西北太平洋 那這一次這個case算是比較特殊一點 比方說甚至有兩個都有機會 是 侵襲颱風 而不是其中三個 其中只有一個 那就是如同剛剛這個熊海域在說明 當然就是要看未來這些預報 未來發展的狀況是怎麼樣 但是前陣子我有跟一些人討論 就是說如果從大範圍來看 大範圍目前的這種所謂西南的季風 所傳送的水氣的量 其實是相對比較微弱 當然某個深度你也可以說 因為萊羅克本身也沒有那麼強 但是如果你看從整個印度洋過來的這種 典型的季風系統 在這個時候其實也並不特別強 這是相對比較 比方說莫拉克好了 其實就是說 我看到這個希望熊老師把這個去年的 是 莫拉克颱風 事實上也有三個颱風同時出現在台灣附近 那 可是如果你比較這兩個 兩年的狀況 這是紅外圈銀圖加了這個顏色強調 你可以看到在去年我們並沒有特別談這麼多 因為這三個雖然同樣有三個 可是距離相對的比較遠一點 然後每一個 每一個在這個去年的時候上都比較強 那伴隨著這些水氣的輸送等等 其實都比今年的情況要來的嚴重的多 所以最後當然造成了這個要大的災害 特別是以莫拉克在南部 就是說它本身結構上也 也在它的南邊有比較多的降水的狀況 可是以這個目前的這三個颱風的狀況來看 它似乎是比較沒有像去年那樣子的環境條件 就是說大尺度的環境條件也提供 讓這個等於是颱風有一定的能量或水氣上面的供應 可是今年的這三個相對比較沒有 相對於去年的話看起來是比較沒有那麼 太尉大哥我們第一個不要自己嚇自己 第二個做好萬全準備嚴加戒備 這一定要做的 那問題在於說 其實今天的雨真的沒有像昨天那麼大 我們來看到其實累積雨量最多最多 也不過是到七十九十公里 到底接下來幾天哪些地方要擔心什麼東西 因為現在說六軍團八軍團都出動了 到底我們那個擔心的那個尺度要放到哪裡 那要擔心什麼哪裡要擔心什麼 南修颱風的話可以確定是會逐漸減弱 雲層即使還在它的降雨情況也是在逐漸的慢慢的比較減少 我們不會說不下 但是雲層也不會完全散掉 可是畢竟它的強度減弱 雲層的發展一定是比較差的 所以北部地區的降雨目前來看的話 趨勢上來講的話會比較足以減少的情況 那雲層往南移動 其實今天剛才從這個雨量圖上可以看到 雖然北臺灣那一帶雨還很多 那你可以發現到陶竹苗 其實往彰化這一帶 沿海地區都有一些降雨出現 這跟颱風帶進來 就南修本身帶進來的 除了雲層之外 還有它的風向 這些都有一些關係 慢慢轉為偏西風 甚至有點西南風 但是我們剛才提到 這個臺灣往南走 那相對來講的話 它的強度也是減弱 所以如果單就這個颱風來講的話 影響的情況其實 我們是認為是在比較緩和當中 南部的民眾是不是要真的等到 萊羅克發布海上 甚至陸上颱風警報之後 大家才要開始緊張 海上警報其實應該要發了 大概現在這個時間 氣象局方面 我想大概晚一點 大概就會發布 八點多 不然最多晚上十一點 應該八點半 這一報就會發布 那發布之後 並不代表說 它的降雨的情況就會明顯增多 因為你一定要看到 它的中心距離陸地的遠近程度 是 然後第二個還要看它的走向 其實在我們西邊 這個臺灣如果往西走 那就什麼都沒有 沒錯沒錯 不過真的是天有不測風雲 這兩天拜託所有的觀眾朋友 還是好好注意一下 整個氣象預報的情形 因為昨天我們才說有兩個颱風 沒料到到昨天晚上 飄一下又多了一個颱風 大家真的還是要好好小心 注意一下這兩天 整個天氣的變化 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好好來談一下 遊民皆有的問題 到底該怎麼解決 臺北市現在打算要比較強勢的 驅離這些在街頭上 陸入沒家的這些朋友 這樣做到底對還是不對 政府能不能用公權力來驅離街油 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好好來討論